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上涨97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10点52分 来到21657 那么最高点则是出现在 今天收盘的时候 来到21833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76点 现货的成交量则是来到2435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当投棒赫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美国公布了8月份的PPI指数 大致上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所谓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昨天美国股市持续上涨 台子也就延续夜盘的走势 开盘就大涨了将近100点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指数是开高走高 中场是上涨了700点左右 那么几乎所有的股票老师 在节目上都是眉飞涩舞 不断的呼吁投资朋友赶快进场 那么毕竟这是从9月4号到目前为止 9月4号当时是跳空重挫 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大涨 开心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里真的是底部吗 我觉得各位真正的比赛才刚要开始 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来面对 所谓月线的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刚好开在月线的附近 非常的靠近 但是马上就是当头棒喝 这一分钟之内直接灌杀了将近100点 虽然从11点之后行情开始出现反弹 最后整个大盘也是收了十字线 这就代表在下个礼拜还是会有一番激战 那么究竟行情怎么走 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跟着老师做指数 进可攻退可守 不管行情是上是下 只要你能够掌握到当时的盘式结构 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就像今天整个震荡区间 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幅度 而且成交量明显的萎缩 今天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震荡行情 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盘感 我相信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是不太容易找到好的切入点位 甚至有些人觉得今天的行情并不好做 但是只要你找对老师用对方法 我保证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以今天的例子来讲 我们每天在操作之前 老师真诚的来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当天的盘式结构 你要快速掌握当天到底是什么行情 这样子你才会在行情台的时候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一开始你不了解今天是震荡盘 你必定很容易去追高杀低 那么如果你知道今天是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当然你就能够大胆的进场 来做突破的策略 所以每天早上快速的了解到今天的盘式架构 这是成为赢家的不二法门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老师怎么样来告诉会员朋友 在今天早上9点03分 当大盘开盘短短的三分钟之内 老师透过台子前五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台子今天前五分钟是成交了4100多口 是小于过去的五日均量4600多口 现货的部分呢 第一分钟是成交了114亿 也是小于过去的五日均量132亿 当期货跟现货的成交量都萎缩的情况之下 波动率自然就会下滑 那么今天早上台子的涨幅是落后给现货 但电子的涨幅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所以怎么样来判断今天的架构 重点就在这一句 表示呢 今天多方控盘力道有限 如果结构不变的话 挑战月线的难度高 要特别留意几涨之后的拉回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跟着老师一起来进场 你每天早上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掌握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你不需要看盘 不需要心里面七上八下很紧张 所有的问题老师都会最快速来帮大家解决 来告诉你今天是什么行情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那么呢 今天我们同样要来了解到 在开盘的时候 主力到底是做多还是放空 这时候可以透过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21837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 我们把实际的开盘价 跟预估价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判断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的一个截图 今天呢是9月13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21837 实际的开盘价是21800 当实际的开盘价 小于我们的预估价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空单是大于多单 那么呢 这些空单是哪里来的呢 基本上不会是一般的投资人 都是法人跟大户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都是要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KD看一下RSI 看一下MACD 看一下自己习惯的这些技术指标 才来决定自己的方向 唯有法人跟大户会在开盘的时候 积极的进场来建立部位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样简单的逻辑啊 当实际的开盘价 小于预估价就代表主力跟法人是偏空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公布的时间 是在早上的8点40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能够在每天早上一开盘啊 跟正开盘前得到老师的预估开盘价 是不是在一开盘 你就能够掌握主力是偏空操作 所以我们第一笔单 就是跟着主力来进场 我们来看到 早上8点45分 21800的地方啊 进场做空 今天只要能够空在这位置 上半场 各位你不管平仓在哪里 都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但是呢 我相信啊 早上这一波急杀属于快事啊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但是有一个地方你绝对会成交 哪里呢 我们把它画起来 这一条红色的虚线 是开盘之前 各位 开盘之前 系统所规划出来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呢 就是在今天的 这个21725 21725是今天开盘之前 系统所规划的转折点 也是在早上8点45分 瞬间就打到这个地方 打到之后 行情是不是开始震荡展开反弹 所以各位 今天不管你第一笔单来不来得及 这一笔单你绝对能够成交 那么老师所圈起来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一笔多单 所能够平仓的一个最好的位置 那么怎么样能够抓到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很简单就是看价差 今天在这个位置 正价差瞬间扩大来到正29.48 这是在今天早上啊 这个正价差瞬间扩大的一个点位 所以呢当正价差瞬间扩大 过去我们讲过很简单的道理 什么叫做正价差 大盘比较低台子比较高 如果两个一起往上拉 这时候大盘涨不动台子还在急拉 这是不是有超涨的现象 所以正价差会瞬间扩大 所以今天老师啊 看到这里出现正29.48 立刻通知会员朋友 在这里进行一个放空的动作 今天只要在开盘前挂这个21725的多单啊 成交之后到这个位置是21775 各位把它平仓掉 这么一口单就有50点的价差 那么呢反手空下来啊 前面这里大概15分钟的时间 一口单也有92点的一个空间 那么呢这边反弹上来 其实这里还有一次进场点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点位啊 正价差再度扩大来到正31.58 过去老师啊曾经跟大家讲过 如果正价差比前面来得更大 而且它没有突破前波的高点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空的点位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同样再次进场来做空 我们这个地方呢10点12分 21725的地方再次进场做空 各位这一波下来总共还有68点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那么呢11点过后行情开始往上反弹 其实在下半场没有一个非常明显做空的讯号 因为今天我们打定我们的方向啊就是要找空点 那么呢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没有出现一个好的做空的点位 我们就不会啊刻意的来做一个进场的操作 但是只要你前面跟着老师做 至少都有几次啊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进场获利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股票老师他可能偶尔会带期货单 那么什么时候会带期货单 就是在股票套牢的情况之下 而那么赚个50点30点啊就在那边大放厥词啊 但是老师每天在做指数你可以看到 只要行情来的时候好做的时候 一天可以做个四五趟都不是问题 那么行情不好做 我们可能一天只做一趟到两趟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今天如果你想要在做指数的地方 能够得到比别人更多进场的机会 能够呢比别人享受更多的获利 当然要找真正专业的期货老师 我们再来看到这一张类股分屎走势图啊 白色的这条是电子 中间这条是台子 上面这条是金融 你可以发现从早上开盘到收盘 其实电子都维持在一个相对弱势的情况 即使下半场开始反弹 电子还是属于一个老三的位置 这就表示今天的盘式 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攻击形态 所以每天啊一定要把这张图放在旁边 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 盘式结构到底有没有出现变化 千万不要像过去一样 其实老师也是一样 以前刚开始进场来操作的时候 都是靠着感觉 我们前面做空都赚钱 那么这边拉高了 是不是应该也再来空一次 反正空点比前面还好 那你就错了 因为盘式的变化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没有达到所谓进场的条件 这时候你去进场来操作 其实往往都是输钱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记得不要用指数的高低 来决定你要做多做空 而是到底有没有达到 我们之前所设立的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按照自己设立的条件 来进行操作 这时候你才能够慢慢的成为 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再来看到 在早上8点45分会员收到的简讯 9月起始开盘价附近 直接试价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束指标 多通光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美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股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M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是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是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是强弱 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法人大户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 今天如果你在做指数 你知道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偏多偏空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相当大的帮助 我们再来看到早上9点40分 9月7日目前21775附近 搜讯后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虽然跟光速指标计算的方法 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是能够帮助投资人 找到盘中漂亮的切入点位 如何越赚越多 越来越有钱 好的工具能帮助您达成愿望 明确的进场方向 第一时间掌握关键转折 有专业的邱老师 随时控制风险 让您看得到 也能赚得到 越赚越多 中秋优惠专案 买多久送多久 中秋优惠最大档 一起越赚越多 获利吃饱饱 立刻来电咨询 02-2542-8999 2542-8999 如何越赚越多 越来越有钱 好的工具能帮助您达成愿望 明确的进场方向 第一时间掌握关键转折 有专业的邱老师 随时控制风险 让您看得到 也能赚得到 越赚越多 中秋优惠专案 买多久送多久 中秋优惠最大档 一起越赚越多 获利吃饱饱 立刻来电咨询 02-2542-8999 2542-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早上8点40分 台子开盘之前 盘前推算 盘前推算 今天的压力是在21970 支撑是在21725 那么再来10点12分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21725 搜寻后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 旗子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 掌握关键 我们的阴眼预判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差别 是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 你不需要装任何的软体 计算过程 都在老师这里完成 第二个 你不需要 这个盯着盘面看 老师都会 透过简讯的方式 发送到会员里面 会员的手机里面 而且都是在 开盘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是在 开盘之前就事前预告 而不是盘中 急急忙忙的挂单 就像今天早上开盘 如果你是在 收到讯息再去挂单 你不见得能够成交 但如果你是在 开盘之前就挂在那里等 那你就有机会 买在一个 最关键的转折点 那么呢 除了早上 我们所帮大家 挑选出一道 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之外 各位你没听错 一般的软体 都会给你很多道的转折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 阴眼预判系统 在老师这边 计算完之后 会帮大家挑选出一道 最关键的转折点 你不需要 每一道转折都去挂单 你自然就能够集中火力 甚至呢 在盘中 有出现 关键的价差变化 老师也会立刻 来提醒投资朋友 因为这是盘中 才有办法出现的讯号 所以呢 老师因为 从头到尾 都是在盯着 整个行情的变化 自然就能够比其他人 更容易抓到 当天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再来看到 除了早上 在9点05分左右 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看盘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 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并不是一个 强势的攻击形态 盘中电子油墙转弱 不利挑战月线 及套牢区 如果结构 不变的话 盘是会震荡 偏弱看淡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资料 不管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你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每天都在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有多单的人就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就看利空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 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 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上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中秋优惠专案 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们都晓得 下个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为了服务更多广大 想要操作指数的投资朋友 也许你过去跟着老师不够专业 也许你自己操作的绩效 不够理想 从现在开始 你有新的选择 如果你想要知道 明天阻力的多空动向 想要知道明天关键的转折点 现在就是加入我们的行列 现在买多久 送多久 最后一天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经过连续几天的上涨之后 悄悄的又来到了一个月线的附近 不仅仅是道琼 我们可以看到 S&P500跟什么 NASA和指数 通通都刚好来到月线 我们说过 来到月线 短线突破 并不能够代表什么 重要的是什么 它必须要连续三天 站在月线的上方 才有机会扭转原本的空方形态 所以现在不管是美国股市 台北股市 都来到月线的附近 所以下个礼拜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如果能够顺利的突破 站稳月线 那就会化解原本的一个技术面的空方形态 如果来到月线又被打下来的话 那么再加上下礼拜结算之后 整个盘式结构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 所以我认为中秋节过后 是多空激战的一个时期 那么不管行情怎么走 我说过 做指数其实是最安全的 我们再来看到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现在成交量今天明显的出现萎缩 最主要就是接下来要出现长假 那么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先行退场观望 那么今天刚好来到这个月线的附近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 如果是底部反弹 不一定要有量 没有量就像前面 没有量不代表是坏事 这个时候表示没有卖压反而是好事 但如果你是要向上来突破关键的均线跟压力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攻击量 才能够行情能够往上延续 所以今天一开盘没有量 基本上做多就是处于一个烈势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指的一个部分 台指现在月线来到21838 是不是刚好来到今天 收盘跟开盘一个非常接近的位置 所以来到月线这里势必会有压力 那么除了月线之外 不要忽略了 在前面这里有高达13个交易日套牢区 所以要突破这样的套牢区 没有量当然是没有办法往上来做个挺进 那么更重要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未平仓量的部分 今天未平仓量来到53424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 如果9月份来讲 9月份它是减少了14000多口 但是我们说过 在面临结算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9月下滑的量 跟10月增加的量来做比较 因为中间有转仓的这种效果 所以两个月份来做比较 才能够掌握真正未平仓量的增减 9月份是减少了14000多口 可是10月份是增加了16000多口 这就代表这一次 10月份转仓是相当的积极 那么10月份的未平仓量 明显的上升 就代表整个市场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 大家都是充满了期待 这不是只有多或是空 这是多空都在一起 所以这就代表筹码动能是明显的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到底是先有利多 股价才上涨 还是股价上涨之后才来找利多 今天老师又找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自贸其实在前几天它有利多 但市场的需求非常强劲 那么预计今年的营收会大幅的超过去年 那么这两天在投信跟投资人 一般散户投资朋友 进场的加持之下 其实股价已经连续好体现的反应 那么今天在子公司利多的激励 早上又出现大幅开高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 今天大幅开高之后 行情一路的震荡向上 可是前面这里你可以看 融资增加的速度很快 所以这时候到底筹码会不会出现松动 很多人也会去研究筹码 今天开高之后就陷入了两难 到底我要来追高还是来做个观望 这个时候老师来告诉大家 如何来操作这种当天的强势股 如何去操作强势股不怕拉回 还能够让自己的获利最大化 很简单就是四个字 叫做买强空弱 今天你可以大胆的进场来操作强势股 但另外一方面 你要找到相同类型 相同题材的一个弱势股 来做个放空的动作 因为在盘中的时候 往往都是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如果行情在拉 一定强势股涨的比较多 对不对 如果行情不如预期开始拉回 弱势股通常也跌得比较深 所以透过买强空弱 不仅仅可以让在涨的时候 获利极大化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也起到一个买保险的作用 我们今天找到的对手的股票 就是什么 台表科 台表科今天都在平盘附近来做震荡 利用老师买强空弱的方式 我们用个股期来操作 很简单 不到各位不到中午 11点44分 就已经达到5%的获利达标的标准 这5%获利达标 我告诉大家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因为呢 这等同是两根涨停板 怎么算 我们来看一下 在自贸的部分 我们买进一口自贸的期货 那么再来 做空的部分 台表科我们放空三口 这中间的比例 是用成交的价来计算 你也不用担心 老师早上在抠讯里面 都会写得很清楚 今天呢 用买强空弱的方式 保证金总共是18万4千块 我们把中间的损益 把它算起来 做多自贸是赚了4万2 但放空的部分呢 做保险的地方 刚好是没有损益的出现 我们就把整个损益呀 除以我们今天 所需要的保证金 今天在11点44分 是赚到了22% 是不是等于超过 两根涨停板 这样当冲有个好处 第一个你不用流仓 不用担心啊 下个礼拜 明天行情会不会持续上涨 我们要赚的 就是当天所出现的价差 即使行情拉回 弱势股也会帮你 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 所以买强空弱 就是可以帮助你 每一天看到强势股 到底该如何操作的一个 最佳的解方 那么早上 你会收到这样的抗讯 早上9点01分 买进卖出的标的 价格跟口述 全部清楚写在上面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按表操课 都可以享受到 比别人更好的一个操作绩效 所以市场 其实进步的非常快 如果你只知道买股票 只知道做多 那你方向只有一个 你的工具也只有一种 自然你赚钱的机会 就比别人少了非常的多 个股期的优势是什么 第一个 保证金只要现货的五分之一 交易成本只要二十分之一 而且不用担心除全息 还可以多空双向 越赚越多 信念是最后一天 买多久送多久 如果你想要跟着 最专业的老师 一起来进场的话 现在正是时候 最后一天 有兴趣的人 赶快把握机会 打电话进来 机会就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金融市场到处都是机会 你有工具有方法 每天都充满了胜利的契机 但如果你每天都觉得 呼吸困难 很紧张 觉得怎么做 怎么错 市场跟你对着干 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 是不是你用的方法 是不对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有新的选择 欢迎你加入老师的行列 想要当一家 就要找专家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